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提出一些计划来整形经济 但是马来西亚作为一个开放经济体 其实马来西亚经济的成长很大的部分 还是要取决于国际经济的发展 当然我也同意何博士所讲的政治的稳定不稳定 其实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如果政治不稳定的话 不确定性会让市场很难去经商之类的 这些计划的话 其实很多时候 我觉得有些计划 它的用意是很好 在执行上可能还需要有待加强 另外的话 其实在很多计划里面 我们其实都会希望说 我们要提高我们的生产力 可是真正要怎么做到其实还不是讲的 就没有一个明确的方案了 上个礼拜的这个东门峰会 我们知道说成立了东门经济共同体 就是AEC 何博士 您对这个AEC是怎样的一个 换药不换糖 怎么说呢 第一个ASEAN贸易根本是空的 空的 我们讲有很多很多intra-ASEAN贸易 空的我讲了20年 还在讲还是空的 也就是说intra-ASEAN的trade 基本上是MMC Multi-national跨国公司的内部交易 这是整个全球 全球global production system 就是全球生产链的部分 公司这些的交易 比如说今天我们跟中国交易这么多 中国说我们对他们我们的suppress 我们是盈利很多 你要买多点中国话 放屁 恰的 intel马来西亚卖给intel成都 今天少了 NX这些跨国公司 把它的半支层品卖到中国 再加工再去卖美国 这个占了大部分 最少40%以上 也就是说intra-ASEAN我卖给新加坡 应该是18%出口 新加坡可以买我们这些东西吗 出来买我们一些鱼 我们的菜 新加坡是转口贸易 等于中国最大的贸易是香港 香港700万能够买中国的东西 不可能的嘛 转口贸易 从新加坡转到欧洲 转到日本 转到台湾 我们跟日本 跟中国 所以intra-ASEAN trade 是很小的 很少的 很小 所以这个完全是还名词 今天要问你了 这个房子里面有什么了东西 还是阿西安的 你告诉我 全部是中国的 包括这个 如果是塑胶末 就是我们的 这个应该是一家的产品 应该是中国的 可能中国的 好了 我告诉你 这就是我们的BI 除了我们目前 加一些车 泰国的Vanguard的车之外 印尼就是一些食品 泰国没有东西来 对 那么另外的就是 韩国的Samsung 日本的车 你有什么东西可以买卖的 我们东西卖的 泰国的鱼 还有什么 泰国的米 一点点 所以intra-ASEAN 这是空洞的东西来的 讲了很多15年了 今年2005年 哇 as economic community 人口 人口的移动大问题 湮埋的问题大问题 都解决不了 交通的问题大问题 所以我的问题很简单的就是 这种叫做幻想 幻想 真正的东西是应该做的 有 有很多可以做的 那么必须要有大哥的 好像欧元 大哥就是有那个的国 所以本来2006年 我在中国发表言论的时候 中国当时日本最差的时候 韩国刚刚起的时候 要签自贸区的时候 当时中国来领导我们 燕飞理论 我们跟着 不跟日本 日本死了 但是中国宁愿 温家宝 为着保护自己 在南海搞了一大堆东西 渐渐李克强来收拾 搞到中国人 被整个南海的国家不相信 跟日本对抗 现在跟日本谈 所以问题就是没有大哥的情况之下 我们这些小国 怎么去搞你的RCEP RCEP里面有印度 有日本 有中国 一定打的吗 也对也对 所以你只有唯一的可靠的是PPPA 所以中国的FTA AP是完蛋假的吗 一带一路是空的吗 是吗 空的没有东西 你告诉我什么是一带一路 TPPA是很清楚的 可以卖不可以卖多少 一带又是什么鸟东西 空的吗 你告诉我 还没开始吧 没有开始 有什么东西在里面 你告诉我 有没有合约 有什么你要合约 空的不是 本来这个问题要问李克强的 所以我告诉你这些就是宣传 凤凰台的宣传我们 华人了不起咯 了不起咯 了不起咯 什么东西 不记我 MIC Mate in China 已经把我们的华商的企业 大部分干掉了 所以现在阿里巴巴来了 跟这些华商的贸易也要被干掉 今天你看了 整个和亲眼关门了 一半关掉了 为什么 你做贸易从中国进来 我今天淘宝买了 阿里巴巴 Wholesale 哪里要你的和亲眼 对 以前我们的唯一的剩下的就是贸易上 华人以前制造业完蛋了 我骂了很多次 中国的专家来讲 我们公平交易 错的 他们所有的这种rebat 我们没有 他们政府的贷款 我们没有 所以今天呢 华商的地位 华人 这种马来西亚的华人地位 剩下唯一可以做贸易的 阿里巴巴取代了 所以你剩下一带一路 到底是什么东西 我们要弄清楚 不能够你人讲 我也讲 专家讲我要停了 OK啦 别人讲 每个人都讲 我是财生业 笨蛋来的 他不是笨蛋 我们笨蛋 主要他是财生业 是是 我们要自己分析 我们没有捧脑的 这些 华人的领袖 一个部长说 我想不到有这么多 这么多 是你拿钱丢弃而已 谈的笨蛋 张主任 我比较强烈一点点 没事没事 张主任 你又是怎么样去评评分析这个AEC 何博士说的对 东盟国家之内的贸易额度可能不是很大 但是我觉得AEC 它作为一个平台的话 它其实有一个部分 它并不只是关注于成员国之间的贸易 而是想透过十个国家的综合力量的话 把它推销到国外 这个是世界第七大经济体 或是未来的第四大 就是前几天讲的 未来的第四大经济体 透过这样的一个宣传 让国外的商家到东盟来的投资 其中一个可以做的方法就是说 东盟各个国家有它们不同的优势 你可以想像一个跨国企业 在不同的东盟国家 无论它的生产链 那其实像何博士刚才讲的 这其实已经发生了一个事情 但是我们可以想像如果 AEC如果再加速那个步伐的话 更多的优惠的话 可能会带来一些好处 那具体的成效有多大 这个我没有办法预测 但是其实从政策的角度上来讲 他们所想要得到的那个好处 或是说那个大方向是 是有那个理由在那边的 但是到底成效多大我就不知道 对的确是 因为时间的限制 我们就差不多谈了一个小时 那么其实我们还可以继续的聊 就是关于DPPA 这个泛太平洋贸易合作协议 不过我们这个可能会放在下一个节目 那么再邀请两位来谈这DPPA和AEC 能不能够成为旧马来西亚经济的领导 这个没有问题不用救的啦 不要像越紧性地天 救滑教救滑教救了很久啊 自己没有啦 不用去救了 我们没有大问题 我们有问题 我们心脏有阻塞 但是不会发生心脏病爆发 这是Economist最新的一期说 中国啊新加坡啊 血管阻塞 它是有血管阻塞 但是不会爆发心脏病 马来西亚有可能 可能两三年内也不会吧 这个也是错的 这是Economist最新的一篇 这样我要去看一看 你看看看看 的确是 The Third Wave第三波危机 是是